大家好,我是Data 今集來到太子,會介紹一間山東的餃子店 一間餐廳叫做京香餃 京香餃其實由山東的夫婦來到香港開設 都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 他們做的餃子聽說很好吃,連菜蘭都大摘 特別是羊肉餃子 最近太子開了新的分店 所以今集想去介紹一下 現在我們就出發 要去餐廳,我們在太子站,私宜出口出 出來我們先向前行 這一條就是太子道西 向前行一不久就會見到荔枝角度 我們就轉右手邊,不需要過馬路 再向前行一陣就會見到京香餃 五分鐘左右應該走到去 京香餃開11點,我們都是搭正11點來 如今我是第一個客人 所以可以拍清楚環境給大家看看 這間京香餃是四年尾才開張 開張座不是很久 面積不是很大 加起來也不夠十張桌 桌子有些圓形,有些方形 最大那張桌子,我想都是坐六個人 雖然這間餐廳說是新開 不過裝修依然是比較簡單 另外它布置也不是很複雜 還有看到牆身好像沒有重新游過 如果我之前沒有手續資料 我直接進來這間餐廳 可能覺得它不是新開 這間餐廳最特別的設計就是 牆上掛了一些插畫 這插畫全部與餃子都有關係 這插畫的畫風蠻特別的 不過我自己是不一般的 我反而欣賞寶福插畫 還有一句金句 我來京香餃子前 就上網找過資料 去了他們的Facebook 因為他們的Facebook 就收集了以前傳媒的採訪 我看到真的有很多傳媒採訪過他們 我大概數過了 應該一年裡面 最少有一兩次被人採訪 另外在門口也看到 蔡神似乎挺喜歡這間餐廳 而且是一百五十間經常去的餐廳 現在可以介紹食物價錢 先介紹他們的五餐價錢 五餐有六款選擇 價錢是四十至四十八 這五餐是跟飲品 飲品可以選擇山間茶、豆漿、 咖啡、奶茶、檸茶、檸檬水等 另外還會送兩種韭菜鮮肉水餃 因為一號餐可以事早兩款水餃 所以這次我們選擇了一號餐 介紹完他的五餐 我們就看他的餐牌 這間餐廳的菜肉餃和鮮肉餃 就五十元十隻 山東鮮軟水餃就六十五元十隻 生椒窩鐵就五隻四十三元 價錢比較高 另外他很有名的北京洋肉水餃 就六十元十隻 水加麵就五十元起 總共有九款食物可以選擇 想不到這間餐廳的開胃冷盤真的非常多 加加賣賣最少十幾二十款 我們的食物就全部上齊了 這次食物相當豐富 因為餃子是直接蒸 所以需要時間 就叫我四樣東西 不過餐廳就送了兩樣給我試試看 我覺得其實拒絕了幾次 不過距離就很堅持 我們就先介紹一下一號餐 就是白菜鮮肉水餃和韭菜鮮肉水餃 另外還有一杯山楂茶 這杯冷的山楂茶杯相當大杯下 份量十足十 這杯山楂茶的味道蠻好的 它的酸度比較強一點 鹽度不是太甜 這杯山楂茶沒有加冰 但這杯山楂茶也夠冷 這杯餃子有八隻就是白菜餃 兩隻就是韭菜餃 我們就先試試韭菜餃 看到餐廳的餃子全部都是比較大隻 所以40元吃10隻餃子 再加一杯飲料 這個價錢也挺不錯 這杯餃子皮很薄 但亦相當穩陣 裡面的餡料很豐富、很誇張 而且裡面也有很多汁 所以我覺得這杯餃子的質素 真的相當高 然後就試試白菜鮮熊水餃 因為是手包餃子 始終餃子都會有大有小 這隻就比較小一點 但雖然這隻是比較小一點的餃子 它裡面的料都很豐富 白菜鮮熊水餃 味道會比較清 但因為它裡面也有很多汁 所以這個水餃一樣是好吃的 而因為裡面也有很多汁 吃的時候也會爆汁 大家吃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這一碟就是雙拼水餃 就是北京羊水餃 再拼這個京蔥牛肉水餃 因為兩樣東西都是60元 所以雙拼後也是60元 如果價錢不同 雙拼以貴的來計算 我剛才看樣子就分不到 哪個是羊肉、哪個是牛肉 所以就要吃一下才知道 這個應該是京蔥牛肉水餃 同樣它的皮質也很薄 而且裡面的餡料都很豐富 它裡面的汁味道就更加重一點 雖然牛肉的味道比較重一點 但可能我吃慣鮮熊水餃 我覺得始終鮮熊水餃適合口味一點 但牛肉水餃也是好吃的 最後我們就試北京羊肉水餃 四款水餃就全部試過了 因為蔡先生都推薦北京羊肉水餃 所以我對它期望很大 但吃下去的味道 反而沒有剛才的三隻餃那麼好吃 但羊水餃肉汁也挺豐富 我又一時不慎 又吃到整副都是 另外大家看了我的影片這麼久 應該很少見到我穿褲 這個前菜其實我很想試一下 就是醬豬手 醬豬手的價錢是55元 看到照片很漂亮 但送上來時的造型有少少少不同 整個醬豬手就把分蹄切得很薄 以及切開兩邊 份量也很多 這些分蹄的肉質沒有問題 但味道不夠豐富 所以加上蔥來吃才好吃 這個前菜就是山東壽司雞 價錢是48元 壽司雞份量很多 不過下面墊了少少青瓜 壽司雞吃起來是鹹鹹的 雞肉肉質正常 我平時都吃壽司雞 那些壽司雞就加很多醬汁 例如芝麻醬 我覺得加了醬汁後 其實壽司雞會更好吃 這碟山東壽司雞 在醬汁上不夠豐富 這碟是山東燒羊肉 價錢是188元 燒羊肉有6件 每件的闊度非常平均 我覺得燒羊肉的火候 真的封鎖得非常好 羊肉絕對不會很乾很柴 羊皮亦燒得很金黃 另外羊肉起了骨 所以是淡淡肉的 而且羊肉的油脂都很豐富 所以吃完後整個口都是有 如果這樣燒羊肉的話 肉質很不錯 但味道不夠豐富 所以要加點醬汁 我覺得唯一問題是 羊皮雖然燒得很金黃 但吃的時候發現有少許韌 這碟是京式孜然牛肉 價錢是88元 牛肉切得一小塊 而且牛肉切得比較薄 大家應該猜到它是辣的 加上已經加了孜然粉 所以這碟牛肉吃的時候 真的挺辣的 如果叫這碟牛肉的話 我覺得要跟飯會好些 有些是青椒、紅椒和洋蔥 這些配料吃得很爽口 味道不錯 如果大家喜歡吃辣的話 這一味京式孜然牛肉 應該會喜歡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是辣了少許的 現在我們就看了一張單 因為有兩個菜沒有計算 所以總數是203元 如果計算那兩個菜的話 應該要加206元 即總數是409元 至於全餐我們又做過總結 它的山東餃子味道很有特色 另外那項全菜我覺得比較普通 至於自然牛肉和烤肉肉 我覺得它的味道有些接近 以前在深圳介紹的餐廳 餐廳環境的確是比較簡單 交通方面由地集客過來 就五分鐘左右 工作人服務態度就非常之好 非常親切 如果大家想在香港 試試在山東美食 不妨過來在京鄉搞試一試 今集就介紹到這裡為止 下集我們會再介紹其他地方 多謝兩間支持 下集見 拜拜